大家好,欢迎来到凡事新说,我是小新 赵国接受逢庭限帝,派赵胜接收上党 又派出赵阔,担任主帅,组织长庭之战 传言说,赵阔毫无军事能力,只会夸夸其谈,打嘴炮 嘲讽赵阔只会纸上谈兵 真实的赵阔,是这样的吗? 从赵国的一贯国策来看,连颇领命出兵之时 肩负的战略使命肯定本来就是主动攻击,速战速决,以胜求和 在史记中有明确的记载 赵氏连坡,江攻秦 47年秦宫韩上党,上党降兆 秦阴公赵,赵发兵击秦 4月,何阴公赵,赵氏连坡将 赵军士族犯秦赤兵 秦赤兵斩赵皮将家 6月,献赵军取二张四位 7月,赵军驻磊币而守之 秦右攻其磊,取二位,败其阵,夺西磊币 秦赵两军一交锋,就是攻、鸡、犯 首先主动发起进攻的就是赵军 可惜,在连颇的指挥下 4月到7月的战事进展并不好 赵军连失两道防线,损一皮将6位 开局不利,更是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 连坡老成持重,他根据实际战况 擅自把赵国的战略方针调整为持久防御 连坡,兼必以待秦,秦术挑战 赵兵不出,赵王术以为让 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 这种临机调整或许是可取的 但遗憾的是,打仗从来不只是纯粹的军事问题 赵王及整个赵国高层 几次督促连坡,恢复主动攻击的战略 但是连坡始终不听,赵王只能临阵换将 这种情形和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撤换掉麦克阿瑟 是一样的道理 国家领导层和前线统帅在军事战略上存在根本分歧 不换思想就换人 毛泽东让林彪拿下锦州也是一样的道理 战略问题不能变更 林彪如果还不执行国家战略,也要换人 连坡打仗一向谨慎 他不擅长打势均力的硬仗 此前,他只成功打赢过对齐国和卫国的战争 还从未有过打赢秦军的记录 公元前270年,御语之战 赵慧文王本想请连坡或岳城出征 但两个人都认为打不赢就拒绝了 最后是赵阔的父亲赵舍挺身而出,率军出战 同样是道远显霞 连坡岳城看到的是失败,而赵舍看到的是胜利 他说出了一句极具英雄气概的话 狭路相逢,勇者胜 显然,捐躯复国难是赵家一贯的家风家教 玉宇之战是父亲赵舍 长平之战是儿子赵阔 公元前266年,秦昭王任命范居出任秦国宰相 范居主要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帮助秦昭王从宣太后手中夺回军权 第二,提出远交进攻的外交方针并加以贯彻执行 第三,以暴私仇的名义试探各国的战略底线 远交进攻非常高明,无独攻其他而攻其人 战争的首要目的就是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 得寸则望之寸,得尺则望之尺 一旦夺地,物在巩固 范居公开复仇追杀魏国宰相魏齐 魏齐逃亡,只有赵国平原君赵胜 愿意留他在府中暂避一时 其他各国均不敢收留 赵胜为什么胆敢收留魏齐呢 就是仰仗欲语之战的余威 认为赵国能与秦国摆摆手腕 后来吉利劝说赵王接受韩上党的也是他 当时除赵国之外,关东各国均受到重创 都把抗秦的希望寄托在了赵国身上 赵国当时拥有大量的两码和数十万精锐部队 天下之势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 秦国东晋必须打败赵国 秦赵两国的征战是秦国所有兼并战争中最为棘手的 欲语之战,赵国先胜一场 随后范居主掌秦国朝政 充分进行了军事外交的全面准备 秦国重新启动东晋战略 大军压境,咄咄逼人 魏国首先屈服,和秦国结盟 在此后的长平之战,邯郸之战中 魏国始终作弊上官 甚至力劝赵国投降 至于韩国,和秦国地形相错,自身难保 长平之战前,韩国已经无力应战 韩王宁愿割让韩上党领土给秦国 可以说,在长平之战之前 秦国就已经彻底打开了通向赵国的门户 失去合纵支撑的赵国被迫独自正面应当秦国 独自应战的赵国输就输在综合国力上 当时秦赋十倍天下 秦之父强守在粮食 长平之战前,秦国就已耕占立国 拥有关中、成都、汉江和河东四大产粮区 耕地总面积和粮食产量远远超过其他各国 反观赵国,粮食产区仅有以晋阳邯郸为中心的太原、张府区域 耕地面积土地肥沃程度,跟秦国根本没法比 赵国又长期执行重商轻农的政策 赵列侯、赵武凌王变法都没有涉及农业 相反,赵国的商业极其发达 邯郸是当时最著名的商业之都 商家错于道,诸侯交于路 燃民银好墨,齿迷而不物本 田愁不休,家务斗烧 邯郸很多穷人,家里连一斗粮食都没有 在科技实力上 秦国已普遍掌握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也就是牛羹 平阳军赵报反对接受韩上党时就说 且秦以牛羹水通粮 在物资运输上 秦国从河东向长平运粮 距离不到200公里 和邯郸到长平的距离相当 而且水路交通状况要好很多 战国时期,中原的陆战已经从战车集群形式 进化成了以步兵为主的敖战 战车对地形要求太高 且造价昂贵 在战国时已经退居为辅助角色 战国七雄逐渐建立起了君主集权政体 世袭贵族退场 从农民中蒸发的步兵成为了战场主力 立国征战的规模越来越大 赵军的胡服骑射的确厉害 但当时马灯、马鞍等高科技的装备尚未发明 骑兵还不能担当高速冲杀肉搏的主战部队 说到马 秦赵本来就共组 都是羊马出身 六国里没有哪国的马 比得上秦国的战马 步兵数量多 行动缓慢 作战旷日持久 军粮耗费极大 后秦的粮草运输 就成为了维持战争 赢得战争的关键要素 这个关键要素 正是赵国的短板 果然 长平之战开打三年多后 赵国的粮食储备 就开始严重不足了 赵无时 倾力于齐 齐不听 齐国见死不救 楚国也毫无动静 除了害怕秦人 和韩兆两国不同的原因还有 齐出两国 刚刚换了领导人 正处在 新旧内政的过渡期 最开始的赵国 接收韩上党的时候 是得到了齐、楚 两国支援的承诺的 秦公赵长平 齐楚旧之 秦继约 齐楚旧赵 亲 则将退兵 不亲 则且遂攻之 可见 齐国几乎要退兵 但秦国的远交进攻的 外交政策 开始奏效 秦国通过威慑收买 抓住齐楚国军变更 齐楚不亲的时机 彻底的解除了秦军的后顾之忧 公元前264年 无能的齐王田建继位 公元前263年 初考列王返回国内接班 此前 他一直都在秦国做质子 也就是做人质 他和范居 是好朋友 赵国实力不如秦国 内政外交 备受挫折 于内 赵慧文网 赵舍 令向如等一批成熟的政治家 也相继去世 于外 失去了 为韩 齐楚的支援 独自应对秦国 这就是赵阔 匆匆走马上任前时 面对的绝境 如果 他拒绝赵网 拒绝出征 相信 也没有人会强迫他 但是 他并没有拒绝 公元前260年7月 对赵国而言 和平的希望 已经彻底破灭 接下来 该怎么办呢 撤军 就意味着 失去太行山以西的 大片领土 包含赵氏的 发祥地 赵城 以及经济重镇 禁养 战败的结果 也不过如此了 而持久防御 粮食储备 又无力支撑 如果僵持到 粮食消耗一空 前线大军 也会不战自溃 全军覆没 经过赵国军臣的 反复推演 衡量国情 军情 敌情 继续执行既定的 主动攻击战略 已经是当时 所能做出的 最佳选择 主动攻击 狭路相逢 会有一线圣机 就算最终战败 也可以大量消耗 秦国的有胜力量 总好过 不战 自败 赵阔带着 速战速决的命令上任 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 从容运筹 他一抵达前线 就更新约束 立刻展开斗争 赵国领导层集体 从众多文武大臣之中 挑选出 赵阔 毅然将国家的命运 和二十多万将士的性命 托付给他 这真能是秦国的反奸计 起了作用吗 如果赵阔 只是夸夸其谈的废柴一个 秦国 何必临时派出 他们的战神白起 过来应战呢 白起是什么人 战国名将 人的名 术的影 战神白起的名号 不是白叫的 他前后指挥秦军 击败 楚 韩 魏赵等强敌 拓土数千里 为秦国一统天下 奠定了基础 长平之战时 他率军驻扎在秦楚边界 威慑防范楚国 直到长平决战开始时 才暗中连夜赶往长平前线 后来惨烈的战况证明 赵阔之为将 率军二十万 如果秦军不是由白起指挥 谁胜谁败 真不好说 长平之战后 四十万秦军伤亡大半 白起亲口对秦王说 亲秦虽破长平军 而秦族死者过半 国内空 王和指挥秦军 对战连坡时 秦军屡战屡胜 阵亡人数不会太多 所以秦军绝大部分的伤亡 都是在跟赵阔拼死决战的时候造成的 1995年 长平之战的遗址被发现 长平之战遗址涌入一号尸骨坑 发掘简报 记载如下 发现八粒头部有杂痕或顿气质伤的标本 第二点一号个体颈鼓前有历史块 长13厘米 宽7厘米 厚7厘米 类似大小的历史一号坑内 已发现十余箭 这足以说明 秦兆两军 很多将士曾用石块等近身肉搏 可见当时的战斗之惨烈 另外 丹河两岸流传至今的地名 如雪坡 雪山 雪红河 骨头坡等 也间接佐证了这一点 白起作为主将 先后指挥了新城之战 伊缺之战 燕影之战 华阳之战 行城之战 原城之战 等所有重大战事 仔细分析对比可以发现 长平之战 是白起指挥的所有战事中 损失最为惨重的 也是战国时期 秦国所有战事之中 损失最为惨重的 正是在长平之战中 秦军损耗巨大 导致了此后的寒丹之战 河外之战 心中之战的接连惨败 最后 秦军退回河西 是的 在与白起交手的所有将领中 年轻的赵阔 表现是最为出色的 要知道 伊缺 燕影 华阳之战 抱冤 公孙喜 芒某 与楚清相往指挥的 韩 魏 楚 虽被白起杀死 燕死 数十万 却没有一个能给秦军造成重大的伤亡 燕影之战 白起一几万人 攻陷楚国数十万大军防守的核心城市 燕 和影 燕杀楚人数十万 夺取了楚国经营数百年的基业 汉江平原 楚国从此一蹶不振 这可是守称之战 而两相对比 面对战神白起 和兵力多一倍的虎狼之师 赵阔指挥大军在野战中 熬战两个月 杀敌大半 创造了秦军在战国时代的最高死亡记录 况且 在没有粮草 没有援军的绝境之中 赵阔指挥的二十万大军 始终坚持熬战 没有崩溃 直到主帅赵阔生死的那一刻 士兵们才彻底放弃抵抗 这是怎样的大军统帅啊 同样的一批兵 连波指挥时屡战屡败 而赵阔指挥时 却能给予秦军前所未有的巨大杀伤 这又是何等的军事才能啊 赵阔之为将 不亦壮灾 这真的是一个 只上谈兵 只会打嘴炮的人 能做到的吗 说赵阔 只上谈兵 我不信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